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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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酷哦 很酷哦 长得还行 那你做演员欠缺的地方呢 嗯 还是缺少一些阅历吧 今天外面的阳光不错 咱们出去晒晒太阳吧 好啊 有的记者说你的答案很无聊 你怎么看呢 谁说的 那就多聊一会呗 那你觉得自己合不合群啊 合啊 只是我是一个路群比较慢的人 那我最看重他人什么品质呢 嗯 我觉得真诚吧 你最讨厌哪种品质呢 虚伪 你会在什么情况下说谎 开玩笑的时候 比如说 哎 生气时你的表现是 你头上有虫子 哈哈 没有 生气时你的表现是什么呢 憋着不说话 那你生气的时候别人要怎么哄你呢 多跟我说话 刘远烈的频率是 什么 刘远烈的频率是 什么 上一次哭是什么原因 啊 呃 拍戏的时候吧 对 因为拍戏的时候 有些情绪吸引 行 再准备化妆了 好 你心目中的女神是谁啊 心目中的女神吗 对 我的妈妈 如果能让她满足你的一个要求 你会希望她做什么呢 嗯 想吃女神做的饭吗 你心目中最具有GQ风格的男人是谁 GQ主编 要是有一种动物形自己的体格 你会选择 豹子 胸肌有多么重要吗 很重要 特别是拍戏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你会倒立 那倒立的最长记录是 没有算过 单板滑雪已经到了什么水平呢 单板滑雪 嗯 滑一次摔一次 哈哈哈哈 我们不为人生的特殊才艺吗 特殊才艺啊 嗯 希望自己有更多的特殊才艺吧 对 在发掘中 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想拥有的本领啊 本领 分身术 如果能和某人交换一天的人生 你会选择谁 我会选择 一个普通的学生 那如果纹身 你会纹在哪个地方呢 不会纹身 你给自己买过最奢侈的礼物是什么呢 嗯 给自己买的礼物 后来送给妈妈 后来得到妈妈的一个拥抱 对 那喝多少瓶啤酒才会醉 我很少喝酒 因为 喝酒会比较容易醉嘛 就是 喝之前 醉之前我就会撑着了 就不会喝 如果被困在孤岛上 只能吃一种食物 你会吃什么呢 米饭 大米饭 水果的话是 只有一种食物 只是一种食物而已 去旅游时 你会带很少的衣服 还是带很少的钱 榴莲 我说不跳 去旅游的时候 你会带很少的衣服 还是带很少的钱 那我选择不去 最渴望去哪里旅游呢 去哪都行 只要有时间 最想和谁一起去 帮忙 iPad的理由 已被你的粉丝提问 请点开看一下 感觉很重要 嗯 我喜欢就好 顺其自然 嗯 你要你的咖啡 姐 什么时候放假 哪有假啊 一年大气都麻烦了 那偷偷问你一个问题啊 嗯 能告诉我一个有关于 焖油瓶 只有你知道的秘密吗 秘密在剧中 好吧 谢谢你接受 GQ50万的采访 谢谢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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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